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是王永拓 这次是王永拓 上场比赛开始四分钟的时间 王永拓的精彩的世界波 帮助天津拳舰 在主场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在大雨之中 王永拓这次正脚被打的 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皮球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 给到维特赛尔 田一农非常积极的横向奔跑 拳舰左边路的进攻 甲船针扣 投球 这是一号轮来找莫德赛特 这是拳舰进攻的老套路 莫德斯特因为在禁区里 有这种非常强的身体对抗能力 这次就是无锡赶回来 关键位置的一个破坏 并没有犯规 博阿基 躲过了第一次的断球 右边是有空档 选择给特赛拉特赛来 把球领过来 到金区之内又想推下 这一球张璐做出了神奇的扑舊 但是从前一构的进攻 已经是足够的精彩 特赛拉关键是连亭带过 这一下的进入动作处理的 非常的不错 可能所有人都感觉 博阿基耶第一下 要给到右边路高速插上的队友 但是给特赛拉这一下 反而是 人在走路很多 连亭带过 这次做得漂亮 向前送出直塞 博阿基耶调整 小角度打门 这次打高了 前面 尼浩伦证明球员的话 其实他的优点跟缺点 都比较突出 优点的话 就是他的助攻 以及传球的精准性 这一次 顾超将球给到了孙可 随即顾超自己 做出了精彩的扑舊 这个事物太不应该了 而且后备也承担一定责任 这种雨天回坐给门将 就是非常信任门将 最好不要这样 回顶给队友 再传 瓦吉耶 投球 这下扑就太厉害了 顶的其实已经算是一个九分角了 对 这个球虽然球速不坏 但是一次投球的吊射 对 就是角度非常的好 质量很高 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决定让两个人换过来踢 两个人在比赛中 一直是有这种换位 这个球有机会 这球倒进去之内 无论是进攻队员 还是门将无锡跟张主这一下好像都没有够着 要把球速先拉起来 到中间 投球 这角落点确实很好 两点都是江苏苏宁一购的虽然在抢 球的点传得很好 博阿基也是蹭到了低点 其实我个人感觉难等可贵 是天津全剑第二两 前场的一个二打四 自己要远射 防守队员到地 破产将球破坏出底线 这个球到底自己该不该上 这份脑洞出现了问题 这是江苏宁一购的机会 他们的反击 打到了右边 三打三 拿到球开始加速 这是一次三打三 还是选择传 这球传得不明白 还在进去之内 特杰拉调整 要选择一次 吊射 没有调正 特杰拉最后只要打门的话 想法不错 自己的脚法没有调整好 但是黄紫商刚刚在面对 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机会的情况之下 处理球显得有点简单 全剑这次防守当中 这个队员这个倒钩 应该是弥浩伦 孙可 这次呢 吉祥啊 太瘦孙可了 没有往上扑 跟上去 伯阿基也抢前点的一个投球攻门 这个球的话 抢的这个点啊 非常的不错 很聪明 这个球很能体验它的技术 很难转身 人太多了 到远端 很聪明 投球再点 这个球 进去之内的队员的脊脚传递啊 就像是 做针线活一样精细 这个球 我觉得天心前线队是不是后联络的太空了 对 孙可的防守队员根本就没有推 这次前场将球断了下来 给到前面 这是伯阿基也 机会面对门键 自己来了 打门 球进 场场比赛83分钟的时候 伯阿基也 这个手势告诉自己的队友 冷静 这是我的正常操作 比分来到了1比1 这个球伯阿基也进的精彩 但是在之前我想说的 将苏尼一购 由攻转手 再上去围抢那一下 可以体现成队员整体的一种防守的节奏 其实球场上熟悉一些个人的个别情况 也都是量变 积累到质变 伯阿基也下半场是连续的获得机会 包括苏尼一购前场的其他的进攻队员 最终的是有一个进球 这是他的境加尼的高尺 最终的节奏